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 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麼上禮拜的盤古龍很遺憾 我已經繁殖了三十幾次但是都沒有中 那有中的恭喜大家 好的那這禮拜要來回答網友的問題 有很多網友在影片底下留言 問說這個傳奇龍跟神聖龍要選什麼龍來當主力龍 有什麼可以推薦的龍嗎 首先呢我必須跟大家釐清一個觀念 就是說你養這隻龍是要用來做什麼的 比如說如果你只是想單純的過關卡 那麼你養什麼龍其實差異性是不大的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有四星傳奇或神聖 都很強 你要過關其實是很容易的 那麼再來的差異性是什麼 差異性就在於說你過的速度快跟慢而已 你想要打的快還是打的慢 那如果你是針對你想要打的快一點 那麼我建議你 最好你的魔龍屬性裡面的必須包含有 火 光 或者是毒 這三個其中有一個 那這樣子你打起來 會速度比較快 因為他們都是群體技能 喔 譬如說我以莓果龍來舉例 來我們來看一下 莓果龍呢 他的屬性呢有植物跟這個火 喔 那麼呢 這兩個都是群體技能 喔 所以呢 你在過關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選擇 喔 看要用哪一個群體技能 喔 比方說我們過這個英雄模式的最後一關 205關打這個魔王 好那你在打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用毒的話 剛好是克他的 喔 那這樣子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針對最後一關魔王的話 那麼你的魔龍裡面最好有植物的元素 這樣子打最後一關會比較輕鬆 喔來我們來打 來按一下 還插一下對不對 再打一下 好的那這樣就過關了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如果你有群體技能解媒日任務的效果怎麼樣 來 來點進來 戰鬥 好那麼因為你有群體技能呢 所以你可以選擇 用群體技能直接給他秒殺 好那麼因為我有兩個群體技能所以我就可以選擇 哪一個速度比較快 好通常我會選火的 火的速度比較快 好那這樣子就秒殺 好的 再來如果是針對你要打地層的話 那麼群體技能也是很重要的 好譬如說我們來打一次來 好來戰鬥 來 那麼地層也是一樣選擇群體技能打起來會比較快 好來一樣用火的來 就這樣就秒殺 來再打一次 秒殺 好 好的那接下來就是比較困難的地方了 如果你選的魔龍主要是針對礦場 這個礦場跟前面的不一樣 前面的魔龍都很輕鬆就解決 那麼這個礦場是有星星的 我們來點進去來給大家看一下 譬如說我最高等級八十等四星 那他最高等級也是八十等四星 那這個就有難度了 這就有難度了 我們來攻擊看看 來點進去 攻擊 那麼由於這裡面有一隻八十等的 所以我最好要怎樣 最好有群體技能先把小羅羅給解決掉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才能夠專心的打這一隻八十等的 所以我就用火直接打他 八十等的 那這樣子小羅羅順便解決 就可以專心打他 對不對 那再來呢 再來就隨便你了因為他血剩下不多 隨便你要用哪一個技能都可以 來 就這樣 好最後我們針對呢難度最高的部分 那就是競技場 如果呢你的目標是放在說我要打競技場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對手 來看一下來 你一定會遇到怎樣最困難的部分就是什麼 三隻八十等四星的魔龍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你群體技能是不是一定要 如果呢你只有單體技能 你一次只能打他一隻 而對方呢一次可以打你三隻的話 你想想看 誰的速度會比較快 當然是有群體技能的速度快呀 所以呢 你至少要有一個群體技能吧 對不對 你的魔龍裡面至少要有一個群體技能 這個我就不示範了 因為這個我示範下去 我這一隻肯定輸的嘛 我是示範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等我有三隻八十等四星的我再來示範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要示範 好的 那今天的結論就是說 不管你是要養傳奇龍或者是神聖龍 最好呢 你的魔龍裡面 要有一個群體技能的屬性 這樣子呢你在打任何的關卡 都會比較輕鬆 那如果你的傳奇龍或者是神聖龍裡面一個群體技能的屬性都沒有 那這種龍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這種龍你暫時 暫時先不要養 因為群體技能打的比較快 如果你沒有群體技能的話打的會很痛苦 那什麼時候會用得到呢 就當你至少有兩隻主力龍的時候 那麼再來考慮 再來考慮說沒有群體技能的龍要不要再把他升等 如果你要搭配活動的battle的話 那再來考慮 因為活動需要很多元素的屬性 那你有可能就用得到 那你還沒有確定有兩隻主力龍之前呢 那暫時這一種沒有群體技能的先不要養 不然你會浪費食物也會浪費進化材料 這樣懂了嗎 那今天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正 我們下次見 拜拜